法國有一個很厲害的足球員 叫做姆巴佩 姆巴佩他在世界盃的冠軍賽 獨進兩球 得到金薛獎 這很厲害 很厲害 那麼他呢 我相信他的收入不低 因為他是這個世界盃冠軍賽的 這個天才 那麼他在巴黎市中心 買了一個房子 臺幣是一億一千六百萬 就是三百五十萬歐 那麼這個一百八十二坪 雙層頂樓公寓豪宅 好 那他的買的這個房子 是長這個樣子 從室內看出去 請大家看一下 有看到這裡是巴黎鐵塔嗎 view非常好 因為在頂樓 這是他的這個室內的裝潢 他的採光 他的格局都很好 對不對 應該說地段也很好 好 那麼這個是在樓上 他自己還弄了游泳池 游泳池 這個就是巴黎的艾菲爾鐵塔 然後這個是從另外一個角度看 另外一個角度看 這是巴黎的艾菲爾鐵塔 換句話說他的這個景觀 他的景觀或者是說不同面向 還甚至都還可以看到這個艾菲爾鐵塔 他花了一億一千六百萬台幣 那我想請教一下這個四昌 那一億一千六百萬台幣 我們可以我們可以買哪裡 他這個房子還有哪些設備 這個房子設備應有盡有 基本上該有的公社都有 那如果是一億一千六百萬的房子 在臺北市的大安區 大概只能買 我算過 大概只能買五十二坪左右 再加兩個車位 就大概一億一千多萬 五十二坪你在扣掉公社 實際室內坪數大概三十坪了不起 只有三十坪嗎 其他的都是公社跟陽台 但是這是家家有本難念的 臺灣說好貴 好亂 好可愛 臺灣是房價貴 這點確實也沒錯 可是房租很便宜 你像法國巴黎 他的平均租金 每一坪的租金 將近大概四千塊左右 臺灣今年上半年 臺北市的平均租金 大概只有一坪只有一千六百塊 你像這個詹老師買的日本 日本的東京的每一坪租金 也要三千五左右 大概是臺灣的一倍以上 他們的租金貴 對 所以投報率很高 所以你說外國一定好嗎 在外國租房子的反而是弱勢 可是在臺灣就是說 你房子這麼貴 你的租 如果租人家 就很不划算 對 投報率只有兩趴 很低 兩趴 兩趴還不一定都一直接著 能夠租出去 那這個博士聽說 他們都採十坪制 然後臺灣是建商只給毛胚 哈博士 是 所以這個基本上 我剛剛算了一下 如果說這個母八配 他在巴黎這個房子 剛剛他說他買一億一千六百萬 他買幾倍 一百八十二倍 換算成台幣 台幣的話 如果一百八十二平的實際的台幣的話 大概是臺北市的話 大概買兩百六十平左右 因為公社的問題 公社的問題 兩百六扣掉公社 我說要抓三十趴就好 就大概已經扣掉八十坪左右了 所以大概就是一百八十二平 大概就這樣子嘛 對 所以你買臺北兩百六十坪的房子的話 基本上你說要看到 我說這個巴黎鐵塔 我就以臺北一零一來做比喻好了 你說買到兩百六十坪 那你要看到整根的一零一 剛剛那一間房子 他基本上他還要側看 你仔細看他那一根 他是要側看出去 因為他是要側看出去 所以這個基本上 我剛剛看了一下 你要買兩百六十坪的房子 只要看到整根一零一 大概在臺北市要花多少錢 多少錢 大概四五億吧 四五億 大概四五億 可是兩百六十坪左右 我們看不到 巴黎鐵塔 我們也看得到水塔 是看得到水塔 而且是涼雞排的 水塔買公武廚就好了 買公武廚就可以看到水塔 所以你說這個臺灣一億二左右 一億二左右 其實在臺灣 在臺北市 至少真的在臺北市 他真的不能算 稱之為豪宅 你說在臺北市 你要豪宅 我們講豪宅 你基本上大概一坪要抓到 可能要兩百萬以上 如果遵公啦 你說的兩百六十坪的房子 這樣臺灣要花多少錢 因為我們健康高的 都是毛配屋 是是是 豪宅來講的話 真正的豪宅 基本上建商都只會給毛配屋 很少很少很少 建商會說 我有一個裝潢好的食品屋 那你來參觀來買 比較少 因為絕大多數的這些 有錢人 企業主 他們都有比較大的一個主觀意識 因為想說別客家 別裝潢 我就是喜歡這樣 我自己來裝潢 其實法國擁有自己房子的比例 是可能是世界最低的 就很多人是租房子 他們認為人生不必買房子 然後被那個房子壓著走 壓一輩子 這跟臺灣人的觀念不太一樣 臺灣人是有土私有財 那剛剛博智有講 如果兩百六十坪 這樣中逢要花多少 如果以我朋友來說 花花差不多 要花錢嗎 花花 花花差不多四五坪 他的裝潢 裝潢就大概就已經好幾千萬 將近一億了 對 這是真的 真實的案件 所以他一瓶又花了四十萬下去裝潢 他們沒有在意裝潢費多少錢 對啊 他們真的就是覺得說 我既然買了這樣的房子 買了一間大概三四億四五億的房子 對 他們非常願意在花在裝潢上面 更願意請風水大師 一定要請風水大師來看一下 這個我們的房子 所以風水大師就一直收紅包 然後就去日本買房子 對對對 創造雙贏 創造雙贏 那你那個朋友一瓶裝潢 這樣子要花四十萬 他是用什麼裝潢啊 這個可能就要去問他 這個我比較不是那麼清楚 基本上他們在裝潢的時候 那邊的物館公司 都是有特別挑過的 他沒有辦法讓你進去裡面看 甚至於你沒有 即使是他們公司的人 每次進去都還要配戴相關的證件 是 不會說我這次看到你 我認識你了 你就可以直接進去 保全非常嚴格 非常非常的嚴謹 豪宅的裝潢幾個重點 就是一般的材質 他們都會選擇 因為有錢人喜歡 這是唯一的 包括很多地磚來自於歐洲國家的 我看過一個很有錢 大家都知道他的名字 不好講 他們家牆壁不是大理石 是用玉石貼出來的 玉啊 玉石 他們家的佛座 也是用玉石做出來的 那你就知道這個為什麼 為什麼跪在這個地方 那我也遇到過 那個地板的那個拼花 厲害了 夠複雜的 重點是有一些室內設計師 他有名 他有名在哪邊 他不是 他除了風水 大概有參考之外 他所有的軟件 都是他到世界各地幫他拿回來的 並不是名家的 但是這個軟件 就是一些擺設 包括金屬的一些雕像 石雕之類的 都是別人所沒有的 那有錢人在介紹的時候 講不完的故事 好 我們說一些 我擺設人聽我 吳金屬真的是 等一下消音 限制了我們的想像 新聞娃娃有YouTube頻道囉 請大家搜尋新聞娃娃娃 或者掃描QR code 也可以按下訂閱鈕 開啟小鈴鐺 請大家繼續分享